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您听的这首歌叫做颠起脚尖爱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颠起脚尖爱 不过这让我想到在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 我都希望我能够颠起脚尖爱 可是我从来好像男朋友都没有高到 让我可以颠起脚尖 当我这样告诉一个朋友的时候 我的朋友对我说 不 不是因为男朋友太矮 是你太高了 那这句话呢带给我很深刻的反省 在多年从事心理分析的工作之后 有一天我又从一对个案的对话里面 就听到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试过境迁 当年我没有听出那个朋友话中有话 我现在才知道他在告诉我的事 在亲密关系当中 或者说在两性关系当中 有时候你一直认为对方不够高 所谓不够高可能就是能力不够或不够强 或是不够可以包容你 不够可以理解你 种种的不够高 种种的不足 有些时候会不会是因为 你自己其实处在一种 让别人无法爱护你的状态 那这个事情我现在来讲应该是可以 但早先来说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要捍卫一些什么 女人应该要像小女人那样子的东西 不过我想我现在来说这个话 应该没有人会这样想 因为应该讲了很多很多的 女性自主的东西之后 好像有一点点这个空间 可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女性到底是喜欢强喜欢弱 或者说在强弱之外 有没有一种超脱的看法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禅足幽灵》 它的副标是从容格心理分析 看女性的自信追寻 这本书是由心灵工坊出版的 我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是这本书的作者 也就是华人第一位容格分析师 这个马斯恩女士 她是在香港从事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 我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是她的这本《禅足幽灵》 就叫《Footbinding》 其实就是原书名 就是禅足 在她的英文版出版的时候 我正好在英国学习精神分析 那那个时候英国因为要介绍她的这本书 所以想找一个花人来做一些评论 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了书稿 可是第一时间 那是好几年前 我第一时间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觉是说 禅足 这好像是离我们很远的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受吸引 坦白讲 可是慢慢地看了这本书的内容 尤其是最近因为中文版翻译又出书 又重新再看了之后 我其实觉得很感动 能够有这样一本书的问世 可能是带给我们很多女性 一种又可以找到自己的根源 也就是华人文化里面的东西 但是又可以思考一些现代 带给女性角色的一些考验 什么叫做禅足 或者说什么叫禅足幽灵 这本书的主旨 主要是在问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您认为您是一个非常自主 非常有能力的女性 也许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站得很高 其实你找不太到那种 可以呵护你的人 那么你是不是就很快乐呢 你有了独立自主的能力 但你是不是快乐呢 这位马女士 她在从事心理分析的工作当中 发现很多现代女性 拥有极高的学历 很好的资质 很好的能力 也过着非常认真的生活 但是她们内在非常的空虚 而且甚至有很多 有长期的疲倦 缺乏亲密感 种种的不快乐的问题 在一些机缘之下 我们的这个分析师 马女士 马斯恩作者 她发现她自己 也有这样子的特质 其实她是 也是一位 就是说非常知性的女士 在追求很多 性灵层面的东西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内心 还有着一个久远的束缚感 这个束缚感 可以追溯到 在中国的历史上 那种要女性缠组 就是要把脚 绑小脚的那个年代 所以这本书的主子 是在提到说 会不会很多 现在很自主的女性 她的心灵 仍然是被绑小脚的 各位听众 如果您对前面那一段叙述 有一点共鸣 你觉得你是一个 能力很不错的女性 你也很认真 那你的心灵自由吗 还是在心灵深处 因为你是女性 你有着一双被限制的脚 脚是用来追求自由的 也就是顶天立地的 就像是要颠着脚尖爱 你也要能颠 可是我们知道 被绑小脚的女性 不要说是颠脚了 她们的脚 其实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立足 没有办法自由的 迈开大步行走 也不能跑步 也不能追求速度 这一切都是 在传统的文化当中 认为女性 不应该有的特质 一个女人应该要 安于束缚 她应该要有界限 不能够有太大的力量 不能够太独立 不能够太有攻击性 可是看起来 在经过解放 或者是天足 很多的运动之后 华人女性 已经不再有人缠组了 我相信现在应该没有人缠组了 我说的是经典的标准的缠组 如果还有的话 真的也算是奇吻奇观了 在真正有缠组的那个年代 如果大家还有口耳相传 从曾祖母 或是长辈有口耳传说 或是描绘的 大家应该会晓得 缠组其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 对身体的虐待 小女孩在四五岁的时候 如果是好人家的话 就是她更甚至更小 就要把脚 用布条缠起来 那么后来她们的足部 其实是一种扭曲 因为其实脚并不会 因为缠起来就停止生长 看过 大家可以就是上网查询一下 那个缠组的那种骨骼结构 或者是足部的图形 其实它生长的部分 是变成扭曲折弯的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还像前面有一块小小的肉脚 可以塞在三寸金脸里面 但是后面其实还是有一坨骨头跟变形的一些组织 所以那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而且那些女性为了奉献给这种婀娜的身影 奉献给这样一个符号 一个象征 说我是一个好人家的女孩 我是不会迈开大步乱走的 她其实付出了很大的痛苦 可是在这里面最奥妙的是 谁为这个女孩缠组呢 其实缠组应该是母亲的责任 母亲要你的女儿幸福的话 就必须把她的脚绑起来 所以在研究这个缠组的文化的时候 这个有一位研究的作者 就是叫做霍华列维 他说到一句话 他说如果母亲爱她的女儿 就不能疼惜她的脚 这个脚当然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象征 大家可以想象 您的母亲是不是曾经为了你的幸福 告诉你要有一些束缚呢 我听过的一些故事 包括母亲告诉女儿说 你不要什么事都有意见 将来会很辛苦 或者是在交往一心朋友 还是甚至婚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人会向母亲倾土 可是传统的母亲会告诉她说 你应该要顺从男人 或者说你就是太强悍了 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很明文的说 女性要顺从丈夫或是顺从男性 但是我们仍然常常听到 如果女性太强势或太有自己的意见的话 会不容易幸福 这些都是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想要探讨的 女性是不是在心理上带着一种 也许来自父母亲的 来自文化的一种铲足 我也试着问过我自己 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其实每次讲到都会连接到一个童年的笑话 因为我从小就长得比较高 就是小时候我外祖母喜欢说 出生就比较长 比较大只 所以他们以外祖母的 这种古典女性的审美观而言 她一直都担心我的脚会不会太大 所以我印象很深 我在带幼稚园或者到刚上小学的时候 我每天晚上都还穿着鞋子睡觉 那当然这个阿嬷会给我准备的 不是那个外出的硬鞋 我就记得她会给我穿一个所谓的布鞋 有点像是人家说功夫鞋 或者是后来有人在跳舞的时候 穿的那种软鞋 那么阿嬷的想法就是说 当然不能拿布条把我的脚绑起来 可是她觉得说这一个女孩子才几岁 脚就穿到几号 所以以后长大了还得了会不好看 她倒是没有说会不被人家爱 但是她阿嬷就担心会不好看 所以希望能够尽量让我可以穿着鞋子 有一点束缚 那么可能就脚不会长得那么大 所以后来的确 以我的身高而言 我的脚算是一个 还算不大的尺寸 但是这个聊起来的时候 真的我讲给朋友听的时候 常常被嘲笑说 原来我是一个现代 然后还有稍微被缠到族的女子 这个也让我对这本书 有了一些特别的情感 好像这样子的感觉 非常的奥妙 虽然事实上我的家族的教育 女性都是非常独立的 那可能阿嬷不是为何有这样的灵感 可能就是一种美感的想法 还是真的她内心有什么样子的 无意识的被传统的束缚所限制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 现在也没有办法问到阿嬷 只是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直到看到这个书之后 才重新回忆起这个记忆 所以您是不是有一点这样子的灵感 或者是有趣的感觉 曾经有人告诉你 你应该要给自己一点限制 因为你是女孩子 所以你不可以做什么 因为你是女孩子 你最好能够学习安定 不要一直想要冒险 因为你是女孩子 不要做太动荡的事情 甚至是我们在医学院 还有听到人家会说 你是女孩子 走一些文的科 所谓文科是说 不要动刀 不会动枪 不要动刀的 例如那种 很吃重的骨科 外科 其实在我念医学院的时候 还有一些学姐会 很早就建议我们 说女孩子可能 不会往这边发展 不过我的同学们 我的女同学 这个当外科的 现在都非常有成就 非常的胜任 好像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在这样的铺陈当中 大家也许对这本书 有了一点想想象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跟大家稍微 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我要从一个故事开始说 大家也许常常听说 灰姑娘的故事 灰姑娘经过迪士尼的改编之后 应该是家喻户晓 可能连你家的小朋友 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不过在《禅足幽灵》 这本书里面 作者找到了很多 中国的传统故事 他提到中国的一个 灰姑娘的故事 其实虽然有证据显示 德国人在16世纪的时候 就有我们听的 西洋版本的 灰姑娘的故事 可是在中国 其实在唐朝 唐朝就已经在 西元850年左右 收录的当代笔记小说中 有类似的故事 类似灰姑娘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样一个故事 呈现了什么 共同的原型 也许全世界各地 对这样的故事 都有感觉 那是人类心灵的 一种共鸣 荣格学者把这个 称为一个原型 常常透过童话 或是传说的研究 我们可以找到 人类心灵 共有的一些模式 这就称为原型 大家听听看 这个中国的灰姑娘故事 是不是很有趣 这个故事的名字 主角的名字 叫做夜宪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她叫做夜宪 她其实 这个故事 大家想想看 西元850年就收录了 而且据说 这个夜宪这个女主角 她是活在故事写成前 约一千年的时代 那不知道是什么年代 总之 她住在中国南方 一个散落着洞窟的地区 她的父亲 是当地的洞主 因为那时候只有洞 很多的洞窟 所以她的父亲是洞主 而不是城堡的宝主 也不是国王 那时候村民就称她 父亲为吴洞主 夜宪是一个聪明伶俐的 小女孩 而且她很擅长 在西中掏金 所以非常得到吴洞主 她父亲的喜爱 可是夜宪的母亲 蛮早就过世了 母亲过世之后 吴洞主 就是夜宪的父亲 她的爸爸 就娶了一个女人 一个继母 这个继母也一样带着两个女儿 嫁过来 然后不久之后 吴洞主就死了 从此 这个后母 就近派夜宪 去做一些危险和困难的工作 例如要她上高山去砍柴 下伸箭去打水 都是非常有生命危险的工作 有一天 这个可怜的小夜宪 遇见了一件 让她稍感快乐的事情 她在吸水当中 发现了一条金眼红须 伸长大约五公分的小金鱼 可以想想这个寂寞的夜宪 看到这个小金鱼的时候 就跟这个小金鱼玩耍 那么夜宪把这个小金鱼带回家 不料这小金鱼每天都变大 到后来就没有办法用水盆藏着它了 就不能藏在自己的房间里了 于是夜宪就把她的小金鱼 放在屋后的池塘里面 很快的她就长到三公尺 那么长了 夜宪每天都会带着些食粮去看她 那只要夜宪一靠近 这个小金鱼好贴心 她就会把头抬起来 放到池塘边 然后来靠近夜宪 就像夜宪最好的朋友 所以她也对她清土了 很多很多的心事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一个小女孩 她有了最好的朋友 她的后母就看不顺眼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 大家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 赶快回到邓慧文时间 刚才我们谈到的 这个中国的慧姑娘故事 有一个叫夜宪的小女孩 她受到继母的虐待 然后她遇到了一只小金鱼 就把她带回来 小金鱼现在已经不是小金鱼了 因为她已经长到三公尺那么长 是一只大鱼了 她是夜宪最贴心的朋友 那有一天在夜宪不知情的状况下 邪恶的后母发现了巨大的金鱼 她就觉得说 这个妓女 她居然藏着这样子的一条鱼 她觉得说 不行 我就是看不过去 不能让她快乐 也嫉妒她 所以她就决定把这只巨大的鱼 烹煮成各式的美食 为了捕捉这条鱼 继母就虚情假意的夸奖夜宪 然后就给她一件漂亮的衣服 接着呢 她就把夜宪的旧袍子 就是夜宪的旧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 去到这个池塘边 结果那个金鱼朋友 就以为是夜宪来了 马上就抬起头来 然后后母就一刀 把她给刺死 把鱼煮成了 就是丰盛的佳肴 把鱼骨藏在粪堆里面 粪堆 大便堆里面 结果夜宪回来之后 发现鱼不见了 她放声大哭 这时候 有个劈头散发的人 从天上显现 告诉她说 小女孩 你不要哭 你的鱼是被你后母杀掉的 然后她告诉夜宪说 你要去粪堆里面挖鱼挖 把鱼骨找出来 把它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因为这个鱼骨 会有很大的法力 你有什么愿望 鱼骨都会帮你实现 那么夜宪就这么做了 这个要去粪堆里面挖鱼骨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是你会挖嘛 但是夜宪是在 很怀念那条鱼 所以她就这样做了 后来到了一年一度的盛会 叫做冻结 不要忘了她们是住在这个洞窟区的 所以冻结来临的时候 就有盛会 就像舞会 这个party 这个后母就要夜宪留在家里照顾家里 可是其他人才一出门 夜宪就赶快去跟鱼骨说 请赐给我参加这个宴会 可以穿的衣服好吗 于是一件美丽的翠玉的丝袍 还有一双金鞋 就出现在她的眼前 夜宪穿上了她们之后 就去参加盛会 不过她的这个 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 对不起是 应该说是完全异父异母的妹妹 就是她母亲带来的这个妹妹 看出这双 这个美女 穿着翠玉色的衣服 穿着金鞋 怎么好像她的姐姐 就是她的季节 所以夜宪怕被认出来 就赶快跑走 在仓皇当中 金鞋却跑脱了一只 之后呢 有人捡到这只金鞋 就把她卖给临近岛上的国王 这国王命令 所有她找得到的女人 都来试穿鞋子 可是 所有这些女人的脚 都比鞋大很多 而挤不进鞋里 那国王发现这个鞋 非常神奇 它轻如羽毛 但是即使拿它去摔 去撞到石头 它都不会变形 不会坏掉 他开始觉得这个鞋 有一点神奇 他一定想要知道 这个鞋的主人是谁 所以他就去搜索 最后他就找到了 叶线 那当然也找到了鱼骨 就把叶线跟鱼骨 通通都带回 卤回他的王国 那他们走了之后呢 落下的岩石 砸死了后母 叶线的后母 和他的女儿们 好 国王回到岛上之后 就把叶线封为皇后 上后 但是这个国王 开始贪婪的向鱼骨 所求奇珍异宝 鱼骨听了他一年的话 就国王要什么 鱼骨就给他什么 可是一年之后 鱼骨就不再灵验了 他国王求什么 就贪得无厌的国王 再求东西就没有了 之后国王就把鱼骨 埋在海边 然后他用珍珠 盖在上面 而且在掩埋的周围 用黄金来立上界线 但是这样做 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可以赎罪 这个鱼骨似乎 还是发生了一些 神奇的力量 最后王国内 发生了叛变 所有的珍宝 都被用来偿赴叛军 海浪也把国王的 国王冲刷的 国王的王国冲刷的 不留痕迹 好 那这个故事 是不是跟灰姑娘故事 非常非常的类似呢 还是它是一个 道地的中国传统的故事 到底这个故事 是不是从中国 慢慢流传 转变到西方 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 基础的元素 如果我们用一些 童话故事 诠释的方式来看 在原始的意义上面 其实女性之间 是存在着 特殊的连结的 例如后母 后母其实就代表了 女性内在的 一些负面的力量 例如阻止自己 得到幸福 不希望自己快乐 那换个角度来看 灰姑娘故事 也是失去 跟遗弃的故事 灰姑娘失去了 她亲爱的父母 她珍贵的鞋子 那她需要有一些 人的帮忙 或者说 应该这是 她自己的善良 所得到的 所建立的一些机缘 所以最后 她可以得到帮忙 而得到一些力量 一些权利 不过比较不同的是 西方的灰姑娘 嫁给王子之后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自己其实 不需要做些什么 但是在中国 这个夜仙的故事里面 我们并不知道 她后来幸不幸福 因为她嫁给的 好像不是一个 德性很好的国王 故事里面 不知道她的结局 王国灭亡之后 这个皇后 是不是也 沦落 或者被叛军杀掉了 这个我们可以有 很多很多的想象 但总而言之 这个故事里面的鱼骨 代表的是 女性自己 有的一些力量 这个力量 往往是 女性的伴侣 渴求的 所以国王 把夜仙 带回去之后 是希望 借由夜仙的鱼骨 来得到一些东西 所以作者 从这个故事 开始衍生 女性有几个 自我成长的关卡 第一个是 能不能够 找到一个 内在的力量 就像夜仙的鱼骨 然后可以开始去 突破自己的限制 例如 后母不让她去参加舞会 可是她必须要 自己想要 突破 要走出这个束缚 她的家 她要出去外面 就像出去见识 或者出去接触一些人 于是她可以 有新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要突破的 那么接下来 她还需要 跟内在的这个母亲 有一些 应该说争斗啦 或者是 一些重整 所以夜仙是 故事里头 她的母亲 后来是 不见了 就是说 被石头砸死了 类似的故事里面 我们也 之前介绍过 在另外一本书 那个与狼同奔的女人里面 有一个 维莎丽莎的故事 维莎丽莎 也是又是 类似这样子的 继母对她不好 那个故事里面 那个继母 最后也是被烧死 后母是被烧死的 所以都 同样的元素 都告诉我们 要重新去整理 内在那个控制性的 或是诅咒性的母亲 然后女性的力量 才能够出来 那这个到底是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作者想要谈到的是 我们所连结的 像这个鱼骨的力量 它代表了 女性的 阴性的特质 也就是说 女性如果不能 找到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能力 只是去学习 男性世界的方式 或者说阳刚的方式 有时候会出现 不可解的矛盾 这也是她在 很多的案例里面 就做着 这个 马斯的女士 她看到的 很多女性 是用男性的方式 去竞争 可是她内心 并没有摆脱 一种悲伤 她并没有觉得 自己被女性祝福 并没有被自己的母亲 祝福 只是非常辛苦的 不断的 认真的工作 或者认真的 求取知识 求取力量 她最终 其实想证明 给母亲看说 你生了我 就像生了儿子 一样的有用 如果是在这样的 潜意识下工作 成就感并不会带来 真正的解脱跟愉快 而是带来无穷的压力 最近我也看到一本书 也是香港的作者 它叫做 生块叉烧好过生你 这句话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听过 因为我们这里 好像没有这样讲 然后应该 我不知道变成这个 台湾的俗艳会变成什么 倒是我以前是有个同学 说她妈妈骂过她说 抱一个肉粽 贵过生你 那有点类似 就是说 因为肉粽都比你有用 那香港大家知道 叉烧很好吃吗 这母亲骂女儿的话 很典型的是骂说 我宁可生一块叉烧肉也好 生你做什么 一个没有用的女儿 而且又不听话 或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这些 故事当中 成就出来的女性 常常是不能放松 不能放松是因为 没有真正的自信 所以女性主义 或者是女性解放运动 遇到了 到后期遇到的一个瓶颈 我想也是如此 我们很难去区分 看起来 不拘腻于传统角色的女性 我们很难区别说 她是自由的 心灵自由的 还是她这一切作为 其实是带着压迫感的 如果我今天 我不服从传统女性的角色 我可能告诉自己说 例如我一定要有工作 然后我需要跟男人齐头 我不能够因为我是女人 所以我就退让 我可以这样说 我也非常赞成这样说 但是这里面有两种内心的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 我觉得很自在 另外一种状况是 我非常害怕 如果我以女人的方式 那就会被看清 所以我是背叛了我自己的本性 我的女性特质 然后用一种强硬的方式 要把自己弄成很有力量 那并不是真正的接触自信 这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 大家好 从很多中国的故事 以及她跟西方女性 东方女性 一起做心理分析工作当中的经验 来探讨现代女性 有没有受到内心的束缚 刚才听了夜线 也就是中国灰姑娘的故事 大家是不是有一些联想 一些感触 最后的一点时间 我跟大家谈谈 有关于临床上面 我们看到的例子 还是引用这本书里面 作者所写的 有一个案例 她叫做艾美 艾美是一位美国的女性 大家不要以为 西方女性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马斯恩分析师 她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她的案例里头 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 那么她辅导这位艾美 这个美国人的时候 是这样的 艾美来找她告诉她说 她其实过得非常的不快乐 艾美是在欧洲旅行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德国的男性 她身为美国人 但是她在欧洲旅行的时候 爱上了德国男人 所以结了婚 结了婚之后 可能就落脚在德国 那么来看分析师的时候 艾美她有一个一岁的女儿 她跟她丈夫住在德国 结婚和住在欧洲 这两件事情 都跟艾美心中的想象相差 很远很远 艾美的丈夫是白领阶级 但是在她现在的眼中看来 是一个非常无趣的人 恋爱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另外一半很有趣 可是艾美就跟分析师说 我现在觉得她非常的无趣 而且说真的 她丈夫虽然是白领阶级 可是就是这个上班族 她的经济能力 并没有办法让艾美过着 很自由的常常在旅行 或者到处去进修那样子的生活 所以艾美她用寒寿的方式 在修大学的课程 可是她好像没有办法拿到学位 她的家杂乱无章 而且因为她不知道如何照顾女儿 所以她就把女儿送在 那个全天候的托儿所 那么艾美还有一个爱管贤士的婆婆 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也觉得原来德国婆婆 也有爱管贤士的 这爱管贤士的婆婆 让艾美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混乱 婆婆非常的跋扈 吹毛求疵 而且对于艾美身为外国人或美国人 她有很多的意见 所以分析师在刚看到艾美的时候 她是被忧郁症所苦 常常在哭泣 她感到非常的寂寞 孤立 能力不足 她觉得她被困在婚姻 跟养育小孩的生活里头 那么分析师第一次看到艾美的时候 就想到灰姑娘的那些故事 分析师描述说 我看到艾美的时候 几乎就可以看到一个灰姑娘 坐在冰冷的壁炉边 身上沾满了炉灰 为自己的悲惨哭泣 然后家里还有一大堆 等着她去做的家事 那么在进行治疗当中 分析师因为有了这个灰姑娘的 这个灵感 这样子一个圆形的概念 所以她在帮助艾美 探索她自己内在的能力 所以逐渐的艾美在一些梦境 跟一些自我的省思当中 告诉分析师很多她内在的幻想 例如说她小时候 有被父母亲虐待过 而且在艾美15岁的时候 艾美的妈妈决定要回大学念书 从此就是她就被妈妈禁足 禁足就是因为妈妈要去念书很忙 所以妈妈就不准艾美出门去见朋友 或是去玩 有时候她三个月都不能够 就是出门休闲游戏 被禁足的时候 艾美需要做家事 还要帮妈妈打期末报告 这还真是一种虐待 就在这时候 她生命当中唯一可以谈话的 比较正面的一个女性长辈 就是艾美的阿姨 却得了癌症而过世 所以艾美跟灰姑娘的这种类似之处 都是她没有父亲坐后盾 而且她的母亲 其实是扮演一个严厉的 或是限制的角色 艾美的父亲是一个酒鬼 所以也没有办法帮忙她 这一些背景 就是让艾美会去向往一个异国婚姻 或者她会去向往离乡背景 到一个新的童话世界 德国去 她以为德国是不是都是梦幻的小木屋 可以在那边过着一种新的爱情的生活 可是事实上 那样子的一种逃离 并不会带给她真正的力量 所以借由分析师的帮助 艾美慢慢的问自己 她到底背离了哪一些能力 通常现代女性 认为自己不再想要做家事 或者说不再想要待在家里面 有一些原因是像艾美一样 也就是她根本不会做家事 这事实上说起来 可能有很多家庭主妇会拍案叫绝 会觉得终于得到平凡 这也是我在很多工作当中所看到的 我们可能在办公室或者在职场上 如鱼得水 一点点时间你就可以做很棒的报告 然后可以得到众人的掌声 穿着OL的衣服 是不是开会 真的是太愉快的事情了 可是同样的时间要让我们在家里面打扫 照顾小孩 做无尽的家事 然后一片的混乱 恐怕我们不但没有成就感 而且坦白说不是那么擅长 所以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把薪水的一部分拿来 请一位打扫阿姨 那么我就可以不用做这个琐碎的事情 不过在这个有趣的不用做 背后其实隐藏了 其实你不太擅长 也许大家不同意 但是如果是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实在是比较擅长当心理治疗师 比打扫擅长 那么爱美 在自己的有些突破跟重新思考之后 她做了一个决定 第一就是她发现 自己跟女儿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情感交流 因为她实在太累了 她白天其实已经太累了 然后女儿又在这个托儿中心 带回来的时候又是有很多那边不一样的习惯 于是爱美决定把小孩带回来自己看 那从这个当中 她也跟分析师不断的探讨 她失去了哪一些女性的本质 跟女性的想象 于是她开始不再逼迫自己 要以学位来证明很多东西 或者说不再用争执的方式来跟先生证明一些 她的需求 她的能力 她学会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她给自己很多的时间去做运动 然后做放松 或者是带着女儿就去她喜欢的地方 也许就度过一个下午 或者是找安排一些比较不那么奢侈的旅行 慢慢的她也比较享受 把自己的生活打理的愉快 她不再决定 她不再照婆婆的方式 说要架势一定要怎么做 她用自己的方式 慢慢的她觉得待在家里不那么的痛苦 而先生也发现她的转变变成比较快乐 那慢慢的她后面的细节 大家可以在书中再看 总之她感觉有一种得悔自己这样子的快乐 好 那么这个故事在周末送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快乐跟自主的女性